字幕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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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影片想跟大家講講螢幕的錄製工具 這工具是推介給大家 第一是因為不用錢 不花錢是最好的 第二是功能已經足夠 很多你用來做Presentation 或者好像我一樣做的教育影片 或者想做YouTuber 用來錄一些在螢幕上的影片 例如你對著一些相片 對著一些新聞 Capture的圖 意見等等 這些其實都非常方便 是很有用的 甚至你做一些公司的教學等等 都是沒問題的 這個網站下面有連結的 你可以按下方的連結 很簡單的 按下方的錄製 或者看看基本的介面 其實都是這樣 主要是便宜 可以做調整 亦都不用放任何延伸 亦都不用下載的軟件 例如我用的Captation 有些下載的軟件 又要付錢 可能大家初初來做測試 或者做一些東西 或者想做YouTuber 其實就不太好 什麼都給錢 就不太方便 這條球星講過可以做一些教育影片 你是做老師的話 你可以很輕易地做一些教育影片 給學生看的 例如你做一些教學的 例如我自己是想做一個教學 就是教大家怎樣 例如是做非Marketing 這個就很方便了 因為很多時候我都需要去到 不同的網站 怎樣去登記 怎樣去找一些 即是找到錢的 Apply Product 怎樣做一些測試 怎樣做一些Landing Page 設定一些Systems 怎樣做 這個是用Rekord Class 這個非常簡單 可以錄製整過我的流程 你就可以跟著找普一部做 跟著做Presentation講過 還有可以有剪接功能 我們就直接去試一下 它的介面也是很簡單的 你可以選擇你的人像 人像在右下角 加上Screen 就是Screen 再加Wrap Cam 當然你一定要有 電腦是有鏡頭那一隻 如果你舊款一點的Notebook 就未必可以了 或者你只是錄製的螢光幕 或者你是錄製的人 有些時候可能做一些個人的表演 或者是彈結他 你可能用Wrap Cam就完成了 好了 當我現在做個測試 是做現在的螢幕 當然你一定要給你拿個Audio 是Microphone 還是哪一隻 你選擇 我先選擇Microphone 這裡可以有Share Box Share Audio 它教你怎樣做 按下 Share Audio就可以了 好了 這裡就告訴你 你想是Share哪個Screen 通常你可能是整個 或者只是某一個 譬如現在我用Chrome 或者Chrome裡面其中一個Tab 這樣也可以的 好了 我當選擇我現在這個畫面 我就Share 那你就已經開始錄製了 當然現在這個是 我錄影裡面再錄影 我正常就不會是錄這版的 我可能是錄其他 譬如我是去其他螢幕 這樣 當我現在是做了一些教學 錄完之後 這樣就完成 這樣就完成了 那你就可以播放出來看 那你就已經開始錄製了 當然現在這個是我錄影裡面 那這個就是我剛才錄製的影片 那很簡單 你就可以下載 跟著呢 你就可以下載了 那你就可以做Edit 那樣的 那所以這個平台我覺得 真的幾快、靚、簡單、易用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 想找一些錄製影片的軟件 那這個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今天這條影片 就希望幫到大家 那這部分 就只是做一些簡單的剪接 那這些我就不詳細說了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 我再做一個教學影片 那希望這條影片幫到大家 就是這樣,拜拜 還記得了 那些時間